小沈19歲 高中央畢業 她說自己16歲就開始去酒店吸毒 也是在這裡接觸到新鮮肚瓶 可能大概12年的時候 就很多人都在那裡 就開整夜啊 對啊 他們也除了吸食就是K他命 有時候還會就是喝那個咖啡飽 有在吃藥的人都知道喝咖啡 這是什麼意思 要喝什麼還是 我不知道 你有什麼毒咖啡 不知道什麼 警方經常查獲這種三合一咖啡 裡頭其實是混搭毒品 成分相當複雜 有些多達10幾種 新鮮毒品還會變裝成 各種市面上常見的食品或用品 吸引青少年 我現在咖啡包啦 果農包啦 我現在可以去綿包裝 那一切小品的藥水 林林總統 他只要是能夠通過自製的方式 然後把這個藥粉 能夠放進去混合的就可以 那我們甚至查氣到護唇膏 曾經冒險握底的氣毒幹員說 新鮮毒品太多變化 根本仿不勝方 他們把毒品就是打在這個小銅杆糖裡面 然後他們自己會有自訂劑 或者是製造這種軟糖模型的那種機器 其實這個都是買得到的 不久前 新鮮局破獲了毒咖啡包製造工廠 一共查獲了8種毒品 共18公斤 可以往不同的是 安菲他命和K他命都只有十幾克 成為配角 主原料變成了三級毒品 綠甲基卡錫銅 我們查獲12公斤 它可以用其中的1克 1克放到一包咖啡包裡面 就可以賣到市價賣到五六百塊 綠甲基卡錫銅 屬於卡錫銅類的化學合成物質 105年3月才列入了三級毒品 可以變身成各級的毒品 因為K他命的目標明顯 容易被警方盯上 加上卡錫銅類的毒品便宜 逐漸取代K他命 它主要是因為大宗走私 全部被司法兩位弄掉 它原本1公斤是15萬的東西 今年已經找到100萬 新鮮毒品卡錫銅的危害 到底有多大 全台灣驗出卡錫銅類毒品 最多的單位 刑事局見識科 憂心忡忡 讓你害 你有可能會有一些 幻覺的作用 人家這樣講 喪失要吃臉 所以什麼臉會變得很 很糟糕那樣子 預言 MDPV外界俗稱為 喪失毒品 就是有名的卡錫銅類化合物 成為搖頭丸的替代品 在美國 歐洲 大偉流行 直到2012年 發生了駭人聽聞的 邁阿密石磨事件 一名年輕人油精 吸食預言之後 出現了幻覺和暴力攻擊行為 當時65歲的流浪漢隆諾 臉部75%被油精啃咬 血肉模糊 那個人一直在吃他 吃其他人的皮膚 吸食預言有多可怕 除了躁動不安 一怒 還會不由自主產生恐怖妄想 你還好嗎 對 我還好 美國海軍曾經拍了一部 關於卡系統危害的影片 十分寫實 因為他的已經產生了幻覺 他看到了 他看到的東西 他就會覺得那是妖怪 他可能是為了要自我防禦 或者是真的已經腦袋已經搞不清楚了 知道小燈泡事件 王姓兇嫌傳出疑似是吃了預言 才會出現幻覺和殘暴行為 這才驚覺卡系統類毒品 後遺症很可怕 大家都情呼了 最有名的除了預言還有喵喵 全世界造成了至少20起的死亡案例 這邊改變一點 這邊改變一點 但是主要的那個結構都還 反應的那個結構都還在 根據食藥書統計 2011年到2015年 驗出合成卡系統類的物質案件 大幅的增加 從440件 暴增到3萬多件 成長71倍 數量相當驚人 我們就很憂心說 就算小朋友把他帶回家了 那大人會不會注意到 台灣濫用卡系統類毒品 青少年受害最深 司法和醫療系統都發現了事態嚴重 家長更要多注意孩子 到底吃下的是什麼東西